在C-LAB穹顶劇场里 旅居洛杉矶台湾艺术家 武克军的创作第二自然 运用视觉与音效 从水流、星空、森林 多次元空间压缩等 让观众沉浸其中感官体验 思考人与自然 人与环境的关系 台湾与澳洲艺术家 连续三年合作的创作交流计划 《我记得助记器记住我记住》的演出 透过台澳四威出家激荡 把肢体语言与科技结合 成为影像与舞蹈 试图探讨人与人 语言和语言 人与科技之间的阻碍 与可能的火花 是来自于我们台湾跟澳洲 合作中间很多转译的问题 那也是源自于这个转译 有语言上的翻译 身体跟不同媒介的一个翻译 所以我们把它这样子的一个转移过程 变成一个loop 就是不断循环的 一个像是机器的状态 但同时又因为身体的介入 让它有更多的人性在里面 《Bolita Taloo》是一个 领导与科技的结合 同时有铅上的表演和装置艺术的作品 只是连续三年的文化加油艺术创作进化 随着科技进步 除了艺术创作内涵与实俱进 展演空间跟上脚步 才能有最完美的表演 穹顶巨长的球体造型 所呈现灯光艺效视觉 过程克服不少难题 才能让艺术的沉浸式体验 有别于其他展演空间 那我们也不断的在创新 除了视觉以外 我们这个动物2.0 这个剧场2.0 也把沉浸式的音场都加进来 否则一个圆形的剧场 这样的空间内 那个声音是很难克服的 AI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艺术家们透过沟通云小巷 关注人工智慧与社会议题 艺术空间则必须成为 科技与艺术结合的重要平台 这也是世界 在科技不断前进之下 最珍贵的人性展现 整天新闻 神兴宁宋一珍台北采访报导